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前段时间,儿子帮你 有好几个同学都染上了流感 才两三天的时间帮你一半的同学都请假了 就连儿子也没能逃过感染上的流感 流感发烧了两天 去医院开了药,打了针,退烧了 紧接着就咳嗽不停 总有很多的糖咳都咳不出来 后面一位邻居老奶奶告诉我 每天煮这个水给她喝 只需要喝一次,咳嗽就停止了 连续喝三天的时间费力的糖液 全部都干净了 喉咙也舒服了 整个人都特别的精神 睡眠也香了 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的管用 所以今天把它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来准备新鲜的马蹄 马蹄不需要太多,两个就可以了 马蹄它是一种很常见的水果 也被称为薄奇 马蹄它的热量非常的低 含有大量的水分 每100克的马蹄只有20-30卡路里的能量 是非常适合减肥人群去食用的 马蹄是一种含有维生素C的水果 维生素C它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 能够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和预防感冒等等的疾病 能够提高消化功能 马蹄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对于促进肠道蠕动和改善消化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中老年朋友食用的话 还可以降低血压和党固醇 马蹄中含有丰富的甲质 可以帮助调节血压 同时能够降低血液中的党固醇水平 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 另外马蹄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作用 煮着吃能够有清热化痰消质的功效 特别用于风热或者是肺热咳嗽 实际上的饮用马蹄水 很快的缓解咳嗽痰多的症状 另外马蹄不仅有止咳化痰的作用 而且还能够降低血压和预防癌症 多吃马蹄还能够促进身体发育 因此成长中的额童或者是青少年 适合每天吃一些马蹄 马蹄含有大量的淀粉 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 它还有润肠通便的效果 但是马蹄它是含良性的物质 对于清热降火有一定的效果 我们每天要适当的吃 不要过于多吃 把马蹄表面的泥土清洗干净 再用小刀 把外皮消除干净 切成小块就可以了 接着再来准备一小节的绿皮甘蔗 甘蔗是秋冬季节最受欢迎的水果之一 甘蔗有青皮和黑皮之分 两者不仅颜色不同 而且属性也是不同的 分别于含良性和温热性的水果 换言之 对于口干死灶口渴的人而言 更适合吃这种绿皮的甘蔗 绿皮甘蔗不仅可以缓解散述的症状 还可以补充能量 促进脑部发育 绿皮甘蔗含糖量特别高 它含有的蔗糖 葡萄糖 以及果糖 能够尽快被人体吸收和利用 可以快速转化为能量 能够缓解疲劳 能为人类补充体力 可以让人精神更充沛 平时多吃一些绿皮的甘蔗 还能够促进脑部发育 因为它含有的葡萄糖 是人类大脑组织 再生的必备营养 而且这些糖类中含有糖蛋白 进入人体后 还能够转化为激素 也能分解成各种酶类成分 能够提高人体脑细胞和神经组织的活性 它不但能够建脑意志 还能够提高记忆力 绿皮的甘蔗 还有一种难得的食料佳品 它能够清烟、润喉 可以预防缓解人类的咽喉炎和咽喉肿痛 也是声音湿哑等多种不良的症状 另外绿皮甘蔗中还含有天然的消炎成分 能够很好的预防气管炎和肺炎 也能够让人们的咳嗽、气喘 以及痰多的不良症状尽快的好转 绿皮甘蔗我们只需要一小节 先把甘蔗皮削除干净 然后切成小块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再来准备一小节的白萝卜 白萝卜它是一种性凉的食物 可以作为中药来食用 也可以作为蔬菜来食用 具有非常好的清热、化痰、顺气、消肿、平喘的功效 白萝卜之所以能够对咳嗽症状有一定的缓解治疗作用 之所以是白萝卜含有非常丰富的浓度维生素C 还含有大量的水分能够促进气道炎症的消退 滋养咽喉部 降低气道联膜、毛细血管的通透性 减轻气道联膜水肿的程度 能够湿润、气道稀释、气道类的分泌物 特别利于糖液排出 因此白萝卜的这些功效都能够减轻咳嗽的症状 萝卜我们只需要一小节就够了 去皮后把它切成小块 接着把准备好的马蹄和萝卜还有甘蔗 倒入锅中再加入一小块的老冰糖 冰糖它入皮肺二斤有润肺止咳的作用 冰糖富含维生素A 保护呼吸道散皮 预防呼吸道感染 可以滋阴、润肺、去除肺灶、肺热 使人呼吸顺畅、舒服 冰糖适宜多糖 糖粘稠、咳嗽等症状 对于咽喉部有良好的滋润和物理治疗作用 有利于炎症治愈并解除局部阳感 从而阻断咳嗽反射 能够稀释呼吸道炎症和分泌物的粘稠度 使之容易咳出 对于止咳和去痰效果非常的好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 先煮上20分钟 20分钟之后加上几颗枸杞 然后焖上5分钟左右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5分钟后一道非常好喝的甘蔗 马蹄萝卜水就煮好了 清香 甘甜 非常的好喝 知道痰水 孩子也特别的爱喝 可以很好地帮助清热 解毒 去痰 止咳 补益脾胃 对身体有非常多的益处 尤其是酒咳不育 咳嗽痰多 脂气管炎 这些疾病都非常适合去喝它 可以得到很好的调理 我们可以在早上的时候煮上一锅 让孩子喝一整天 趁热喝效果会更佳 如果您或家人有咳嗽的困扰 不妨试试哟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